明天宇、阿嬤 雅晴 我可以 относ妳的化妝包嗎 喔 當然可以啊 其實我的化妝包裡面有分兩種 第一個是保養的 我先介紹我的 保養小物好了 這個 因為有一次呢 我自己在下廚之後 不小心火就這樣上來 然後把我的睫毛跟眉毛都燒掉了 然後我就開始帶著它 它是睫毛生長液 然後在畫睫毛膏之前 也可以用做一個打底 這一罐也是我很愛的 可以做一個定妝的效果 我的劇本 那我玫瑰的香氣就是 有時候演員就靠近你 有時候 陽晴你好香喔 這就是我的補妝品啦 粉餅是大家一定會用 有點髒 沒關係 粉餅一定要 然後口紅也一定要 它是橘色的 因為其實我還蠻適合橘色的口紅 就是我的眼影盒 其實用了非常的久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款式 應該是去年秋冬 因為我很喜歡它的皮革的盒子 然後我去上工的時候 其實我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專屬的化妝包 是給化妝師用的 就是 它有隔離霜 就是我專 自己比較適用膚質在用的隔離霜 還有粉底液 然後還有香膏 其實它是插在手腕或者是 脈搏的地方 對 脈搏的地方 可是我有一個 特點 我有一個很特別的 偏好 偏好 算偏好 我會 比如說今天的戲 是比較 超級親密 或者是要很靠近的戲 我就會把它點在這裡 這給人家 然後 男主角聽到這樣 喔 你原來 那這就是我的化妝小物 分享給你們大家 掰掰 我來им Second 還有一位 姐姐 還有一位 生氣 我來不去 混筒 運動